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还有美妓老师好 美妓老师好 每次见面就要跟大家谈一句好话 我们见面见面太多次了 就是要谈很多很多的好话 跟你们有本相 对啊 我觉得在好话当中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回想的过去我们的人生 还有回想过去年少青凰的时候 做过跟美做过很多事 好 我觉得还不错啊 你要问我什么 还要好紧张啊 我想问你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年少轻狂的时候 你做过什么最叛逆的事情有吗 最叛逆的事 应该是其中一个就是 请到班主館的地方 是喔 就是你跟爸妈朝着班主館 当时为了什么 当时为了什么 要自由啊 要自由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段 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借由 要有独立来 借由搬出家里面来 来独立啊 证明自己是可以独立的 那事实上有证明到吗 有啊 这很多事情都被要自己制 自己觉得应该是自由的 到最后变成是舒服自己的 是好 所以你在告诫大家对不对了 就还是有妈妈的 好 我们回头看一下 以前有一部电影 它叫做《沙漠妖姬》 那《沙漠妖姬》叫做 《The Adventure of the Priscilla》 它其实在谈说 沙漠就顾名思义是沙漠 那指的是澳洲的那一大片沙漠 妖姬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妖姬 因为怕我讲出来妖姬 不好意思 妖姬 妖姬应该就是把自己打扮得 非常漂亮的妖姬 然后不管是男还是女儿 对 好 叫妖姬 可是你知道这个英文里面讲两个字 叫《Drag Queen》 《Drag Queen》 那个《Drag》就是 变装皇后的意思 《Drag Queen》 那有三个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都可以好 就是年纪很大了 然后她们对性别角色认同 跟我们大家的认知不太一样 你就说不是男女份房 没错 好 所以三个人她们就 当了这个变装皇后 在夜店里面呢 这个伴舞 然后娱乐大家 然后专业取一点生活费用 那这个故事到最后 结尾的时候 三个人决定 搞了皇上 不要再扮演这样的职业 要当妖姬 不要当妖姬 不要当Drag Queen的 他们就决定要回家 那导演很厉害 导演在2007年 这部电影上的时候 她的奥斯卡的服装奖 所以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 她们当时的服装 你应该很妖姬 你有看过Drag Queen吗 没有耶 坦白说 没有啊 就现场没看过 那你知道Drag Queen不知道 嗯 大家知道她们穿着的Drag Queen 好极尽夸张之能师 对就是有羽毛的 有鲜艳的 有亮片的 什么东西都往这帐放 比较像是 我觉得类似像是 台湾的秀场人员吧 你讲的蛮清楚 都要看同学知道 什么叫秀场 所以如果你有看的 什么猪哥 什么灰色 什么灰色 你就是灰色 忘记 以前的女孩子 男孩子 都会把自己弄得全身 都是光线的 对 好 所以三个男主角 护士气催到最后决定 要拖向这些光线的人 然后三个人 最后导演安排他们 站在澳洲的大沙漠 然后镜头 就拍三个主角 他们就开了车 然后三个男生 你可以想起来 三个男生 然后逆近风霜的脸 好 然后化了脸妆 然后打扮得像妖精一样 对 然后你知道沙漠就是那个颜色 很淡淡 可是三个人在沙漠里面 穿上了所有 极尽夸张智能式的装扮 其实我觉得那个道理很厉害 留了十三分钟到五分钟 给所有的观众 一个思考的世界 这个世界 不会只有像沙漠 这么不了的爱情法 对 他可能说是男 或是女朋友说 喜欢男或是女朋友 这么的单纯 对不对 他不需要这么单纯 他可以多一点颜色 他可以像这三位病房 然后身上的 夸张的想法 让自己也有一些 不一样的人生 你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个论述 就是把这一个类型的 把它归类成叫做queer 叫queer 对不对 中文好像把它翻成酷儿 对酷儿 好 所以queer 还有我们现在谈的dry cream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句好话 那同学可以猜说 为什么跟今天这个故事有关 这句好话 我有你帮回做一个介绍 这句好话是由 我们讲到 病床 应该会想到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艺名 那这个我也讲 我觉得 你脑袋就好病床 他叫lady gaga 然后他会把牛肉传在心上 对对对对对 我看过牛肉传 好 然后他是1986年3月的时候出生的 那大家对于他比较熟的 应该是他所发表的一些专辑 对 然后比较有名的应该知道就是pokerface pokerface ok 然后他在他的想法 还有他的音场 那些产品的内容 和客人的一些思想 嗯 然后老师要帮我们介绍 好 那在歌词当中 我们很少听流行音乐 好 就现在这个音级有少听音乐 可是因为Gaga太红了 所以他这首歌 我稍微看了一下 然后浏览一下他的专辑 里面谈到 有一句话 是Gaga讲的 他的歌词 好那 我先介绍前半部 好他要谈到的是 I want to be as free As my hair I am my hair 好他用头发来代表他 他自己啊 他要追求自由 那这句话前半部 我帮你做一下解释叫 I want to be 我希望能够是 as free 能够像什么东西一样的自由 那后面怎样 As my hair 就像是我的头发一样 像我现在很多高中生都说 我头发很紧紧 对 所以有人是卷头发 有人是紧头发 有人是笑一边头发 有人是胖壳头 有人可能扬着金黄色头 或者是在旁边 在削了一些奇怪的头发 没错 好所以我们头发 不管是什么样子 它代表我的想法 是 可是也许不见得 一定代表我的做法 对 那是不一定的 那我介绍我们这一句 好 说 I am my hair 我就是我的头发 对 好所以我常常 跟人们说 勇于做自己 但是这首歌的歌词 我看到我头发是 四发 是唐克 是削边的 是有纹路的 好 若是大家 正常思考里面的头发 应该有的形式 是受吻的 做自己 对不对 只要我不要在 所有的规范之外 在所有的大家规范之内 我爱怎么样自由 我就应该可以这样自由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觉得尴尬有很多的创新 我觉得 希望大家换一个是 也是应该的 好 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就不见 就是做自己 快来做自己 不要再不 就是不要去 违犯不违 就是违害别人的状况之下 对不对 不要再违背 所有的道德规范之外 要做自己 对不对 好 我觉得我们内心常常是 恍惑不安 可是我们有时候 外表可以稍微 帅心而为 好 所以我们今天学一句好话 我正在我的 阿尔 是 warming 蜻 我觉得 是的 面